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将说说有过篇第三、第四集的动画 与漫画有哪些不同之处 原来动画比漫画多了许多原创的画面 并且也会带大家看哪些画面当中 隐藏了许多细节以及彩蛋 譬如说为什么猪子要做这个动作 还突然跳起地板动作的风车呢? 阴柱天元为什么背对着主角们 还要求他们离开? 那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在第三集的开头 就是动画原创漫画所没有的画面 大大的集园以黑白的画面呈现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是比大正时代还要更早 大约三四百年前的江湖时代 那时候舵姬便已经存在于集园花街 这时一个正义感十足的女性 勇敢地向舵姬说 自从她来店里之后 却不断有人消失 紧接着门自动关上 这名女性也凭空消失 如此诡异令人发寒的画面 确实将舵姬的恐怖表现出来 接着来到了炭治郎所处的大正时代 建筑物不再仅仅使用木头 甚至多了很多电线杆 以及窗头所搭建的建筑 路上人们的服装 也渐渐被西方所影响 这里我来说个不是新增画面 但我真心想要吐槽 就是当看到了映住天元 美丽的妻子 母婿 这是断带鬼 一直重复着 说吧说吧 你要将信寄给谁 这个傻瓜就将人家的嘴封住 要他怎么回答你 接着我就继续来说 与漫画不同的部分 就是动画组竟然新增了 这个色大叔进入了底本屋 特写的画面 其实对于剧情来说 一点都没有任何影响 这单纯只是为了搞笑 而增加的画面 之后就当一只住 进入了墓序的房间 漫画的部分 只有一扇大窗户 动画则是贴满了许多海报与纸张 可能是因为这时是白天 为了让鬼不晒到太阳 而补充这样的设定 上面贴的也都是一些书信 与广告 其实不得不佩服 有辐射的动画 制作功力 就算一只住 手插进拉面当中 还是让我觉得食物 精致可口 就当一只住 追击着钻带鬼 这里新增了他 闯进其他游女的房间 其实漫画是没有这一段的 除了可以让观众 更了解当时 游女的房间布置以外 更可以展现一只住的横冲直撞 最后因为穿着衣服的关系 让一只住感觉很热 并且感官也变得迟钝 接着还有新增了 炭治郎打扫 做假饰的画面 不论是擦地 清洁 甚至日本传统花道 炭治郎都相当拿手 做完事情之后 就立刻问老板娘 还有什么事需要做 因为炭治郎做事 太过于积极 快速 就连老板娘都快要被逼疯 还有就是珠子 做着奇怪的动作 事实上这是在漫画附录当中 才有的解释 因为一只住 为了不被发现男生的身份 所以快速换装后 还有时间暖身锻炼 接着一只住 突然做出地板动作的风车 就是让我深深觉得 动画组厉害的地方 明明是个不重要的镜头 还能做得如此细节 甩气 在第三集的最后 也新增了 善意被舵鸡打晕后 三个店里的小女孩 觉得她很勇敢 这让善意彻底的骄傲起来 差点暴露自己是一个男生 就随即被舵鸡的缎带抓走 这更加合理的漫画没有说明 善意直接消失的部分 接着来说说第四集 这可以说是大饱眼福的一集 可以看到美丽的李夏 与性感的舵鸡 两个都是画得非常美丽的角色 第四集与漫画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开始可以看到两个女孩 想要李夏念故事给她们听 李夏不仅答应 甚至还送了精致华丽的法簪 充分的表达明明都是花魁 李夏与舵鸡对待下人的方式 却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对待女孩们如同妹妹 另一个对待女孩就像奴隶 接下来新增的画面就是 关于藤花雕刻的阶级 原来三人已经和路人春田 是一样的阶级 并且伊之助和春田还在斗嘴吵架 在第四集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 炭治郎遇上了上弦之六 朵鸡 这也是鬼灭动画最棒的部分 将原本漫画简单的战斗构图 变得如此华丽 动画新增了炭治郎不断用水之呼吸 挡下断带的攻击 这时朵鸡却立刻将所有的断带叠在一起 增强的攻击将炭治郎击飞到空中 不过炭治郎在空中战斗依旧厉害 并且救下了李下花魁 这时炭治郎却开始担心 自己一个人能不能战胜上弦之六 不过为了守护身后 以及花街的人类 最终炭治郎收拾气馁的情绪 并且激励着自己说 不是能不能打赢 而是一定要赢 这里搭配着激励人心的音乐 真的让我乐写到起鸡皮疙瘩 最后在片尾花絮的部分非常有趣 这里其实出自漫画的附录 除了解释鸡肉鼠是如何锻炼出来的 还新增了鸡肉鼠工作的可爱画面 并且这一幕在月光下的彩蛋 与第一季九名柱的画面相当雷同 真的让人觉得好笑 有趣 这就是第四集动画组新增的画面 最后来说一下不是新增画面 却让我非常喜欢的部分 就当阴住天元直到善意失去消息之后 彻底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打算救老婆 却害了一名队员失踪 天元不仅没有脸 指示探障他们 甚至还要求他们离开花街 还说出了活着就是胜利 之后就独自前往执行任务 这里渐渐表现出 天元除了祭典之神华丽的一面以外 内在其实就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人 为了三个老婆的生命安全着想 必不得已的天元 不再像以前一样慢慢打听情报 而是直接胁迫老板说出可疑的人 最终决定独自与上险鬼正面交锋 那在之后我一样会依照每一集的影片 来做出解析 当然我也会制作更多的鬼面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啰